大家好我是小发 最近这一周AI世界真的是非常热闹 几乎所有大公司都选在同一段时间宣布新东西 微软就在年度大会上主打会自己动手做事的电脑 SAI就推出了新的Glock 4.1 Meta丢出了最新一代影像模型 叫做SAM3跟SAM3D 而OpenAI这边它就有新的城市开发模型 也对老师推出了免费版本 还有像Intuit,Ripleet,ElevenLabs,Manus,Mitjourney 等等这些公司也都各自丢出了不同方向的更新 而这一集呢我会把近期跟你日常生活 工作,创作者,学生,上班族有关的部分 全部帮你做出来 所以千万别错过了 先从微软开始 今年的Microsoft Ignite大会上呢 有一个很明确的主轴 他们想把Windows变成一个会主动帮你做事情的系统 以前我们用电脑大多数事情呢都是自己来做 自己开资料夹找档案搬来搬去整理桌面 现在微软的想法是 把一个可以背景帮你跑流程的AI助理 直接放进Windows11的工作列 你不是只是在聊天视窗里打字问问题 而是可以跟电脑说 帮我把这个专案相关的文件找出来 整理成一个新的资料夹 帮我找出去年5月到8月 公司某某客户的报告 或者呢是帮我把桌面上的这些档案 按照日期或内容帮我分类 这些任务会在背景慢慢跑 你在工作链呢可以看到进度 而不是一片黑箱 对一般使用者来说呢 这代表了用电脑慢慢从自己动手呢 变成了先交代AI帮你做一轮 然后呢你再回顾检查结果 很像是多了一个会做家事的适用 虽然呢还不会什么都做 但已经可以分担一部分的杂事了 接下来是很多人日常会用到的Office 微软现在呢把代理模式放进Word itself PowerPoint里 以前的Copilot比较像帮你改几句 补几段文字的助手 这次呢他更往前一步了 变成是你可以直接跟他说 帮我做一份新产品发表会的简报 对象呢是公司内部同事 要介绍主要功能跟预计的时程 他呢就会帮你做出一份有标题 有章节 有重点列表的PowerPoint 或是呢你可以跟Word说 帮我起草一份合作提案 对象是某某品牌 希望谈的是联名活动 他就会用比较正式的格式 先写出一份草稿给你 重点不是AI一次做得完美 而是你不需要再面对一个完全空白的文件 慢慢从零开始 对学生写报告 上班族做企划 会省掉很多开头卡住的时间 如果把刚刚讲的这些AI助手 看成是一堆虚拟的员工 那微软呢还另外做了一个给IT部门用的东西 叫做Agent 365 它的用途是 让一间公司可以在同一个画面里 看到公司里有哪些AI助手正在被使用 这些助手分别在帮哪些团队正在做事 权限有没有设定的太宽或者太松 发生错误的时候 可以从哪里插起 对一般使用者可能呢 不会直接接触到这个界面 但它代表了一件事情 很重要 大公司呢开始把AI助理当成一种正式的资产 需要被管理 被监控 被设定权限 这样呢未来在公司里使用AI 不会是每个人自己外挂一堆工具了 而是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方式 下面这个呢也是跟微软相关 但是更偏产业大方向的一则新闻 微软Invidio跟Anthorpe宣布了一个大型的合作 简单整理给你的意思呢就是 微软愿意投资Anthorpe 金额呢最高到50亿美金 而Anthorpe这边呢就承诺了 未来它会在几年内 会在Android上呢买非常大量的算力 Invidio呢也一起参与了这个合作 提供硬体跟技术支援 这件事情呢有两个重点 第一 微软原本呢已经跟OpenAI绑得很深了 现在又大动作支持OpenAI的主要竞争对手Anthorpe 代表呢它不想把所有的筹码压在同一家公司 而是我要两边都参与 第二点呢对我们使用者来说呢 未来在微软的产品里很可能可以同时看到 来自OpenAI的模型和来自Anthorpe的模型 你在同一个界面里就可以选不同家AI来帮你做事情 再来看看SAI的Growth 4.1 这次4.1的更新呢主打几个重点 第一它现在已经在官网S平台手机APP上全面上线了 你用AUTO模式呢它预设就是用的Growth 4.1 第二点呢就是它强调对话品质跟情绪的理解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比较能捉住你问问题真正的重点 在讨论一些比较敏感或者比较复杂的议题时候呢 回答的不会那么的跳针 第三点呢就是对开发者来说了 他们另外推出了一个Growth 4.1 Fuzz的版本 专门呢用来做需要帮你调用工具去网路上捉资料的情景 像是客服财务问答这一类 整体看起来SAI现在的策略并不是什么都跟别人比了 而是把重心放在回答更加可靠 把讲话乱偏提这种风险降下来 再来看MetaMeta这次呢推出的SAM3呢是一个可以侦测标出追踪影像中物件的模型 你可以想象你有一段篮球赛的影片里面有很多人球裁判还有观众 SAM3的能力呢就是你只要用滑鼠点一下球或是呢给它一段文字描述它就能在整支影片里把这个球给捉出来一路追踪 这样呢你在做运动紧急呀教学影片商品展示的时候可以很快把想强调的东西呢标出来 比传统剪辑软体手动一个一个去做这招呢快非常的多 现在Meta呢已经把这个模型放到一个叫Sangman Anything Playground的平台上 你不用写程式呢也可以上去试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另一边SAM3D做的事情又再往前了一步 他的目标是从单张的图片里 把某个物件重建成可以旋转 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的3D模型 你可以想象几个使用情景 网络卖家具的人只要拍一张椅子的照片 就可以生成一个简单的3D椅子 让客人可以旋转看看各个角度怎么样 而室内的设计师可以先用照片快速 捉出房间里的某些物件 再在一个3D的空间里面调整它的位置 颜色还有它的搭配 游戏或者动画制作的前期预设 也可以用在这里 比如先用照片做一些粗略的模型 测试画面感 之后再交给专业的建模细修 这些用途都是不需要你去学专业的3D软体了 就可以先快速做出大概长什么样子的立体版本 再来就是OpenAI 我先来讲讲GPT 5.1 Codex Max 这一版主要是给工程师用来写程式 维护大型专案的 它的重点不是一秒写一段小程式 而是可以在同一个专案里陪你工作很久 比方说整个网站要改版 档案很多 关联非常复杂 或是要把旧的系统慢慢重构成新的架构 以前的模型很容易在过程里面 他就忘记了前面说过什么了 导致改到后面 前面讲好的规则他又跑掉 而Codex Max的重点就是在长时间里 长蝙蝠的城市任务里面 还能保持前后一致 比较适合拿来做真正的长期专案 而不只是玩玩小工具了 第二个是很多教育圈在讨论的 Charge GBT for Teachers 这是一个专门给老师使用的版本 目前对美国的K12老师是免费使用到2027年的 他的设计的重点有几个 有独立的老师工作空间 比较重视资料的隐私 内建了很多校案 练习题的范本 老师不必从零开始向提示词 有学校层级的管理功能 方便学校统一去控管 实际的用途会包括帮助设计课程的大纲 产生不同难度的题目 帮忙整理考卷解析的文字说明 做一些简单的学习单或者练习讲义 那对其他地区老师来说呢 我觉得即使一开始没有完全本地化 也可以先把它当作备课时的灵感来源 再自己呢把它的内容改成符合本地课纲的版本 第三个呢就是Intuit跟OpenAI的合作 Intuit呢是做TurboTest Cripboost Credit Karma这类呢财务与报税工具的大公司 这次呢他们跟OpenAI签了一个超过一亿美金的长期合作 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些服务可以直接在XGPT里面运作 你可以想象未来可能呢会有这样的画面 你问XGPT我今年大概会缴多少税 或者是问这样的收入结构适合什么样的理财方式呢 XGPT呢在你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读取你在Intuit系统里面的财务资料 在同一个对话里面呢帮你计算模拟然后提出建议 这对一般使用者的意义是越来越多专业的软体 不再是你额外打开一个城市 而是变成在聊天界面里调用的背后服务了 Rip你这边呢就推出了一个新的Design模式 核心的想法是你描述你想要的网站风格 它帮你伸出一个看起来已经像成品的界面出稿 这个模式的背后用的是Google的Gemini 3模型 所以设计出来的画面会比以前更加整体 也比较少那种很奇怪的拍板 对于创作者产品设计或者是要提案给客户的人来说 你可以用它很快做一个这个网站大概长这样的示意画面 然后拿去跟对方沟通之后呢再请工程师正式的实作 以前大家对Eleven Labs的印象呢多半是很会做AI声音 像配音啊旁白啊变身 而现在它推出了一个Image and Video的整合功能 它把图片影片声音都放在同一个工作流程里 你可以先用整合的模型伸出画面 再用Eleven Labs最佳的配音音效背景音乐 在同一个平台里面完成一支成品影片 这对创作者行销团队来说 好处是不用在很多网站之间来回的跳转 从脚本到画面到配音都可以在一个地方串玩 再来就是Manus的Browser Operator 这是一个浏览器外挂 装上去之后呢 Manus这个AI就可以直接在你的浏览器里帮你操作了 例如帮你登入后台下载某一段期间的报表 帮你到某个系统里依照指定的条件去搜寻 整理资料 帮你在表单网站上填资料送出申请 它的特点是 这些操作是透过你本机的浏览器 你的IP来进行的 所以对很多比较严格的系统来说 会被视为正常使用者在操作 不像是有些云端浏览器容易会被挡掉 No more CAPTCHA headaches You keep control Manus adds the intelligence, experience and AI browser without changing a thing Manus extends your reach Your browser extends Manus's reach Your logins, your setup, your habits Linked to Manus and start browsing smarter Meat Journey这边新增了个人 profile的页面功能 让每个使用者可以在官方的网站上 有一个专属的作品展示区 在这个页面上 你可以放上头像简介 选择要展示的代表作品 加上你的社群连结 比如Twitter,Instagram,YouTube等等 这让Meat Journey不再只是打一串指令就消失的工具了 而是多了一点像Behands Artstation这种作品级网站的感觉 对有在经营个人品牌的创作者来说 可以把这个页面当成AI作品专去 再配合其他社群平台一起使用 这种OpenAI也有一个比较敏感的新闻 他们的董事长之一 Larry Summers就是以前的美国财政部长 哈佛大学校长 他在2025年11月宣布从OpenAI董事会辞职 原因就是美国国会最近公开了一批他的旧电邮 显示了他在Asting已经因性犯罪被定罪后 仍然和Asting保持相当密切的往来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Summers涉入了任何犯罪 但是电邮内容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哈佛和OpenAI这些和他有关的机构 都受到了外界的压力了 在这个情况下 Summers就表示了 他不想让个人争议 分散外界对OpenAI的注意 所以他就选择了辞职 那对我们来说 这件事不会影响你使用XGBT 但是他反映了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大家对谁在管理AI公司这件事情 标准变得比以前高了很多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AI新闻已经不只是某一个聊天机器人变得更加聪明 而是慢慢的变成作业系统本身会帮你跑事情跑业务 Office不是只打字了 而是可以帮你起草整份报告 图像 当影片3D模型的制作流程都被新的工具重组 专业领域的软体也开始直接接到AI界面里 甚至连浏览器 财务系统都有专门的AI帮手 如果你喜欢这种AI趋势解读的 记得帮我这个视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 留言告诉我你最想是哪一个功能 我也会分享一些AI工具的实测给到大家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